前段时间,原古偶剧起家的赵露丝又有一部新剧正式上线,就是热度远远大于口碑的国子健来了个女弟子,哪怕是对赵露丝无感的路人,在该剧开播前也应该多多少少听过这部剧,因为这部古偶剧从画风到剧情,都是甜到溺死人的类型,就连百科上的标注都是炼堂剧,所以不少喜欢课堂的观众对这部剧的期待很高。 可是该剧开播以后,热度是有了,但是口碑一直上不来,虽然赵露丝在该剧中一如既往的甜,但是演技并没有太大的进步,这样的电视剧往往经不起考究,所以缺乏让观众继续追下去的动力。 何况这部剧从前期宣传,到播出后的宣发,都是以赵露丝为主,男主几乎处于隐形的状态,单一的宣传方式也让这部剧缺乏可看性,自然会让赵露丝的口碑遭到反噬。 其实徐开聘在影视剧圈也不算是无名小辈,曾经主演过《劫爱千岁大人》这样的收视和口碑双赢的电视剧,还在去年和杨超越这样的流量小花主演了且听奉鸣,足以证明徐开聘的实力和人气。 而且就该剧中男女主演的表现来看,徐开聘的演技比赵露丝好多了,不仅不浮夸,很多表情都是自然的真情流露,起码能让观众进入到情绪中去,不至于觉得电视剧干巴巴的,没有一点看头,反观赵露丝的演技,总是在装自然,实则十分刻意。 就赵露丝这样的演技,此前竟然还有人将赵露丝和赵绿颖相比较,赵绿颖虽然在展露头角的时候,也被网友们称呼其为甜颈,因为赵绿颖也有一张圆圆的,可爱满分的脸蛋,加上演古偶剧爆红的经历,所以赵绿颖的形象一直是甜美动人的。 但是赵丽颖在镜头前展示自己甜美的同时,也有过硬的演技傍身,花千古,知否知否应是日肥红兽这些经典影视剧,赵丽颖在里面的表现都是可圈可点的,而知否更是很多网友四刷,五刷的好剧,可是赵露丝的成名剧传闻中的陈芊芊,应该很少有观众会选择三刷。 经不住二刷,三刷的电视剧,和经典根本不沾边,除了是因为剧情不够吸引观众以外,演员们的演技不到位才是根本。 传闻中的陈芊芊能把赵露丝捧红,靠的是新颖的剧情,而非她本人的演技,现在回看赵露丝在该剧中的演技,哪一个浮夸,生硬了得,和赵丽颖这种在配角圈摸爬滚打十年的演员根本无法相比较,所以,赵露丝不会是下一个赵丽颖。 从目前赵露丝的发展轨迹来看,赵露丝似乎也并不想走和赵丽颖一样的路,丝毫没有往实力派演员靠拢的迹象,还是在偶像剧圈子徘徊。 除了正在热播的国子健来了个女弟子以外,赵露丝还有两部热度同样很高的且是天下和星汉灿烂,这两部带播剧同样是古偶剧,看来赵露丝是和古偶剧杠上了。 可是,一位演同类型的电视剧,观众肯定会觉得厌烦,二十多岁是甜姐儿,难道三十岁还能继续当甜姐吗?